字幕提供 爸爸, 兒子快要高中畢業了 他一向都喜歡汽車 不如我們讓你讀有關這方面的課程 是呀, 爸爸, 其實汽車維修… 為什麼你偏偏要讀汽車維修? 你不可以讀會計、電腦 又或者商業管理嗎? 難道你想乘車做車房子嗎? 爸爸 媽媽, 我約了人了, 我先出去 其實讀汽車科技 不表示一定要做車房子 兒子喜歡什麼你也不知道 免得走路 其實汽車科技是一行專業的課程 除了一般的汽車維修之外 還包括零售、管理、指導音響 甚至配合我國的賽車工業發展趨勢 而延伸出來的賽車科技 也就是Motorsport Technology 我國的汽車工業發展 也帶動了有關領域的教育 就像這類汽車科技學院的建立 就可以提供專業的培訓和知識 給對汽車科技有興趣的青少年 幫助他們發展未來的事業 其實我也是擔心 他導演出來找不到工作而已 那你放心 最重要是一間學院的聯絡網 舊廣返 好像我兒子阿豪而已 去年才剛畢業 一間學院還幫他找到一份 挺不錯的工作 是嗎? 謝謝滑石雲 由於汽車科技課程 是一門講求技能的手銀 所以在選讀汽車科技學院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留意 該學院有沒有提供足夠的實習機會 並且所選讀的課程 是否受到這個MOHE 即是大馬高等教育部所承認 所謂的實習 其中一個部分 就是包括邀請有關領域的專才 你跟學員們進行交流 分享心得 幫助學員增加實質的經驗 另外就是透過先進的 專業電子教學設備 來加深學員們 對汽車科技的了解 在選擇學院的時候 父母和學員 也不妨導有關的學員 多點了解有關導師的經驗 資歷和學位等等 因為這些東西 是直接影響了學員 在學業進步的重要因素 正所謂名師出高徒 亡子盛龍 子女的前途應該及早計劃好 所以選對學員 是很重要的 TOC正在進行全新學期招生 電話上網要獲取最新資訊 TOC 亞洲頂尖汽車科技學院 帶給你無限前途 提供 最新的新學期招生 所以 在進行全新學期招生